第一流演艺人员精英的最新连续剧 福禄受洗 国际视听传播公司即将发行 我们是台湾三家电视公司 北美洲总代理的国际视听传播公司 走平天涯 走遍天涯 新天子生座 慢着 大胆理珠 新天子登机诸神回避 你竟敢私闯大唐太极殿扰乱大殿 来人呐 当店格杀 谁敢 叛逆为世 你看看本宫带了什么重宝上殿 左卧传国遇袭 右举筋批令箭 胸前挂着大唐天子流传万事的皇帝传位金锁片 来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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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士君谋窜大胆妄为的尾士 替本宫拿下 是 谁敢 好 大行皇帝冰天 宫中师妾 原来这三件宝物都被你给盗走了 殿前武士 是 给我当店格杀 是 慢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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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真是人是鬼 你是人 不 你是鬼 鬼 鬼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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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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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阿嬷! 爹 我 救命 回家下 回家这里来了 大本 下面过的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大胆狂徒 在金卵宝殿面前 居然敢对这毛手毛脚的 跪下我 我当皇帝也有人跪在我的跟前了吧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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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们找了你老半天了 娘娘 奴婢们找不到你 出去 皇帝 粤粤 张婢 三哥 三哥 一栋灵海 大危不尽 然而 事关礼堂万代江山 祈求三哥 原谅冒毒之罪 小心遗灵 到二进偏听 是 灵力 不必在 差人透运香来灵鹫 转错太原寺 定够一灵鹫回府 是 等一等 秘密行事 由后门进出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草民 叩敬公主 王爷 双儿 奴婢在 准备相助 是 娘娘 你是要 本宫 只怕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要寄告祖先 拜别天地 雪儿 奴婢在 背水 我要沐浴近身 是 就是洗净长江水 也不能洗清你满身的罪孽和血腥 怎么会没有动静 不管是人是鬼 对我就会这样算呢 娘娘 吃点东西吧 吃饱得好上路 万儿 陈在 这时候 我哪吃得下东西 请 四哥 崔先生 杜大哥 优记表哥 昨天 我们辛苦了一夜 今天正好轻松愉快的庆功宴 四表哥 如果要说这是庆功宴 那就应该由杜大哥首席 对 昨天晚上在太极殿上 差一点让韦氏派人把我给杀了 所以杜大哥 昨天晚上立的头一功 就是阻止韦氏谋窜 保住了大唐的万里江山 不不不 要不是公主的运筹帷幄 只回过地 在大唐存亡绝续的紧要 关头时候挺身而出 一举粉碎了窜溺的天大英国 如今韦氏早已皇后加身 大唐也就改朝换代了 倒不是 我胳膊向里弯 拳头向外打 若你这一次 拨乱反正 扭转乾坤 确实应该由我这妹妹太平公主 举第一功 列位在这论功欣赏 可别忘了 昨天夜里 还有另外一位功臣呢 哦 是谁啊 当然就是那位一目混珠 真假莫辩 把正要登记的尾氏 下掉了魂的假皇上啊 嗯 现在带来跟各位见面 好 请坐 妹妹 你这次安排妙计 列婉狂乱 真可以说是骨质未闻 精锁警戒 简直是尿不可言啊 是啊 姑妈 只要有一事不结 姑妈是怎么样想到用假皇上这一计的 当年 徐静夜找到这个假皇帝 假冒三哥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次三哥之死 北市密不发丧 骤然之间篡位登基 实在叫人猝无极法 所以 在一夜之间 我交思苦虑 终于触发临机 想起了真假皇帝这一计 你这一计 挽救了大唐社稷 立下天下 足可胜过百万雄兵啊 四哥 你这个胳膊望里弯 也弯得太过头了吧 你这个胳膊望里弯得太过头了 你这个胳膊望里弯得太过头了 皇上驾到 大家都说昨天夜里你的功劳最大 所以公主说要请你做首席 是啊 请 不 我不能做 我是卖堂的摇鼓郎 在这么多王爷跟公主的面前 我 公主 我看呢 还是让我带她到厨房去 这样呢 她也比较自在一点 好吧 可是 秋娘 千万不要让她在外人面前露脸呢 我知道 大家请坐 如果韦师知道这个卖堂的摇鼓郎下掉了他的皇帝宝座和万里江山他不气炸了才怪呢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请 请 请 一夜没有动静 也没有早朝 这皇上会上哪儿去了呢 宋楚客 臣在 你说皇上会不会正在草泥诏书 废后 或者是赐死本宫 怎么样 启禀娘娘 宫院四处 全无皇上及太平公主的踪迹 听肃义门的武士说 皇上跟着太平公主出宫去了 住到太平公主那儿去了 这可怎么得了 你先下去 是 我真不懂 我亲眼看见他吃下去的 怎么会 双尔雪儿 奴婢在 难道 这脆饼吃不死人的 娘娘 面是我们货的 可是 药是娘娘请自下的 火面的时候 我是亲眼看见的 可是你们忘了最要紧的一点 娘娘说的是 药可是你们买的 你们买的是什么药 娘娘你所说的 批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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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吃不死人 娘娘 可是有人没死 谁 上官婉儿 妹妹 三官尚未沮丧 你怎么 四哥 今天委事 登基称帝不成 并不是因为妹妹带了 传国玉玺 镇国金批令箭 跟传位的金锁片 你也亲眼目睹 他想屠杀我们 然后抢夺这三件宝物 他之所以 胆战心惊 气味而逃 完全是因为看到三哥的出现 表妹说的不错 伟师的确可怜 而且狼狈 对 这恐怕是他这一辈子 唯一的一次活见鬼了 这完全是因为他做贼心虚 所以疑神疑鬼 不过 他也可能怀疑 出现的三哥 是人 不是鬼 当时事出突然 不管是人还是鬼 都可以让伟师魂飞魄魄散 不过 当一夜的冷静下来 以伟师的轨迹多端 不难发现 对皇上的再度出现 有所怀疑 独大哥分析得很好 对于这一点 让他怀疑的 我已经有所安排 在皇宫院内 自然会有人使他相信 三哥是先死 而后扶苏 而在我们这里 也要做成三哥没有死一样 所以妹妹我 先暂时除去校服 因为以目前的局面来说 三哥的存在 对伟师的确存有 极大的动和作用 那三哥的僧事 伟师势均谋竄 人神之所共济 我要用伟师的鲜血 来祭三哥 我来叩见娘娘 快进来 谢娘娘 宗大人 宛儿姑娘 东某斗胆直问 希望姑娘实话实说 此时关系非常重大 我知道 大型皇帝冰天之日 听说宛儿姑娘 也吃了那个毒饼 是的 只不过皇上多吃了几块 宛儿只吃了一口 启禀皇后 匹霜又名碧霜 匹姓猛于碧 故名 心酸 大热 有剧毒 吃一口 跟吃一个 没有什么差别 谁也不知道 哪一口匹霜多 哪一口匹霜少 刚问姑娘吃饼的那天 除了平常正常的饭食之外 还吃过什么特别的美味 那件送来了一盘绿豆糕 皇上还开玩笑的说 中秋节吃绿豆糕 也算是阴错阳差 于是 于是你跟皇上就各吃了几块 是的 王儿姑娘 你仔细想一想 除了绿豆糕之外 还吃过什么特别的异味 还 还有 皇上不知道从哪听来的 说什么鲜羊血滋补 皇上恩赐 王儿也就跟他喝了一碗 天意 天意 此所谓天意 宗主客人 此话怎讲 宁阳羊血和绿豆 正好是皮霜的解药 那这么说 他们吃了解药 王儿没死 皇上也一定没死了 姑妈来了 妹妹 是什么事 让你这么开心呢 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韦氏已经相信三哥是先死而后扶苏 现在正坐立难安 度日如年呢 公主足不出户 怎么会知道宫中的事 两妹 难道你也有崔先生的神经妙算 我看应该说是 秀中另有玄机 崔先生果然是名业人 姑妈 既然那韦氏 他相信三伯父未死 我们何不再叫那卖堂的姚古郎 再假扮一次三伯父 进宫生殿 去把那独父伟士 凌迟寸寸广 错骨扬灰 不不不 三郎 那姚古郎 毕竟是个百姓 他不懂得宫廷礼节 万一事态露出破绽 岂不弄巧成拙吗 嗯 幽济表哥说的不错 那姚古郎留在府中 在非不得已时 绝不再用 让那狠奴的韦氏 多活一天 就算便宜他了 杜大哥 你错了 他现在正是魂不守舍 生不如死呢 娘娘 这样好吗 娘娘 娘娘 喝点生汤吧 皇上 皇上回宫了 皇上 皇上 娘娘 皇上盛驾呢 皇上不是在太平公主府 原来皇上在太平公主府啊 难怪我到处的找不到圣家 奴婢告退 小顺子公公 娘娘 您怎么称呼奴婢公公呢 奴婢官公公共NEY 家常说 腿娘物理养条狗 快 公公公公公民 多得尽这三分 更何况 孔公公公公是先皇 先后身边的老人 那还骂我是狗 古圣人说 知错能改 善莫大业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可以发誓 只要皇上饶了我这一回 我一定痛改前妃 这 只求公公替我传句话 请皇上看在我们二十多年夫妻的情分上 娘娘 奴婢卑贱如狗 若在皇上面前狗肺出声 皇上可能会闲 公公 是啊 叶夫妻 拜日恩 有了 娘娘 您不妨做几个皇上最喜欢吃的脆饼 给他送去 那货车 少顺子 既然娘娘没有时间做饼 奴婢也这就替娘娘回话 奴婢也告退 宗楚客 臣赞 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 陪我走一趟太平公主府 我要亲自见皇上 娘娘娘 此事万万不可 万一皇上不念旧情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可是再这样下去 我会发疯的 疯 这样 娘娘 如今只有发疯 才能绑命 皇榜上写的是 宫中访求良衣 为治疗安乐公主的风级 能治愈者赏金三千两 不错 可是 以我看来 此刻宫中急于要治好的疯子 绝对不是安乐公主李果儿 如果不是果儿 那又是谁呢 妹妹 你有话就快说 别让我们尽是抱着闷葫芦 一来 果儿成风 连伟氏都没有去看过他一次 人说 虎毒不食子 唯有伟氏 寄予大魏 六亲不认 果儿疯了死了 反倒成全了他的心愿 二来 果儿成风多时 一直宫中都没有人过问 怎么忽然一下子有人着急起来 不惜张贴黄榜 花三千两黄金 仿求良衣呢 对 所以 我敢断言 宫中贴黄榜 求名医 基于要治好的疯子 不是安乐公主李果儿 而是韦氏 公主 你是不是那天听小顺子公务说 不对 妹妹 你这话就不对了 四哥 你说我这一判断不对 究竟哪里不对了 这很简单嘛 韦氏 独臂蛇蝎 人人静鬼神而远之 她是夫婢女 众叛清理 你说 果然是她疯了 又谁敢替她当家做主 堂而皇之的贴出黄榜 来仿求良衣呢 你若不是毫无所知 就是健忘 四哥 你不要忘了 韦氏身边还有个宗楚客呢 宗楚客 这么说 现在已经可以断定 韦氏是已经发疯了 这有恶有恶报 听夺其破 公主 我们要赶快邀请英雄豪杰 人人支持 一起杀进宫里去 对了 诸伟后杀安乐公主 为大唐中东皇帝报仇 然后 在叶力新军择集登基 不 列位 依在下之意 此刻我们急逼要做的 反倒是由我接黄榜的崔石 应目入宫 去把伟师的风极致好 崔石 你这是什么话 父王 您先别只顾着生气 还要知道 崔先生自有他的神机妙算 神机妙算倒不敢当 倒是姿势体大 我还得请示一下 当日我们煞血为盟的盟主 大唐镇国太平公主殿下 请公主明示 在下是否应该即刻进宫 应邀行医 崔先生 本宫非但认为 你应该尽快入宫 应邀行医 而且要赶快想法子 使伟师风极进去 恢复神志 崔石 谨遵所命 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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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见皇后娘娘 愿娘娘千岁千千岁 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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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先生 伊宁的高健娘娘这个病 天崩地裂 石破天惊 婴儿心力交瘁 生死两难 你在下看来 娘娘所得的是必死之病 必死之病 先生 您是说娘娘这个病治不好 非死不可 王统领 你听错了 在下所谓必死之病 就是躲避的避 逃避的避 闪避的避 避过的避 怎么会有这种病 这还第一次听说 王统领 打个比方说吧 有人做了伤天害理灭绝人伦的事情 您知道 您知道 躲不过性命 见不得众人 就只好得这种必死之病 婴儿 婴儿 外听说话 明明是上次接我底的那个妖道 假扮医生进我这寝宫来 耻伤骂怀 当着和尚骂兔贼 拼我连大气都不敢坑 黄天 我这一辈子 岂是受过这种罪 王统领 你到走廊上守着 任何人不准进来 把内侍撤下去 是 走 崔先生 承蒙皇后娘娘提携 不论是军国大事 公私交往 皇后对我 可以说是 言听计从 说一不二 如此说来 皇后娘娘之事 也就等于宗大人之事了 崔先生一定要这么说 那我也只好勉强同意 照这么说 皇后娘娘所说的话 也就等于宗大人所说的 事情到了这个田地 不如此 实在没有转环的余地 为了大唐社稷 为了大型皇帝 为了皇后娘娘 我请崔先生 将忠我免为其难 好 照这么说 也许今天下午 我就能让你见到太平公主 由崔先生大力相助 使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僵局 我跟皇后娘娘 都会感激不尽 但愿有一天 能够从重成心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我送崔先生出去 天呦 前行 陈兵部下书 崔主客告绩 进来 娘娘 宗楚克 今天晚上派人把那个姓崔的给我杀了 娘娘 这个姓崔的杀不得 本宫八岁那年 亲眼看到太夫人打丫头 当时本宫心里就在想 如果有人敢骂我一句 我就杀了他 如果有人敢打我一下 我就杀他全家 当初和荆昭毕竟是大不相同 当初本宫只是个八岁的小女孩 如今本宫是母仪天下掌管六宫的皇后娘娘 就因为一步之差满盘结束 只有装疯才能保命 宗楚克 你说什么 围臣说的都是句语实言 来人哪 娘娘叫人把围臣杀了 那是再好不过了 好 好什么好 刚刀一下围臣的人头落定 就免得围臣到太平公主府去 向他磕头作义求情受罪 宗楚克 宗楚克 臣还没有走 宗楚克 你以为本宫非要你到李竹那儿去求秦蒋和才能保住这条命 你以为本宫就要不敢杀了你 蒋和 好笑 好笑 有什么好笑 差一点夺去了他祖宗留下来的万里江山 娘娘以为跟人家太平公主勾勾勾小指头拉了手 你们姑嫂二人就和好如初了 宗楚克 你好大的胆 你敢损我 围臣不敢 娘娘 如今事实如此 不能不这样 初围臣告罪 要到太平公主府去求情 回来 不要把我说得太可怜了 围臣自有分寸 还有 最好能够亲自见到皇上 围臣尽力而为 一步错 满盘输 宗楚克 臣赞 是尾氏派你来的 公主殿下荣禀 臣实在是为公主殿下起见 有一事不得不向公主殿下说一声 说 公主殿下口中的尾氏 毕竟还是当今的皇后娘娘 我可以废了这个皇后 公主殿下要这么说 那围臣就无话可说了 那围臣就无话可说了 公主 崔先生 有话请说 皇上离宫 皇后娘娘惊急成风 天下无主 六宫乱成一团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位兵部尚书宗大人 他是皇后娘娘娘的心腹 只要公主有所吩咐 他都可以回去依依照办 崔先生 听你这话的意思 好像是说 这里有这宗楚克代表已经封了的尾氏 把我这儿来 开始两国之间的谈判咯 不是两国之间的谈判 而是公主有什么吩咐 叫她回去照办 崔先生 你错了 我错了 公主 在下错在哪里 请公主明示 崔先生 伪事谋窜 被本公主打消了 是 本公还没有治他的罪呢 太极殿上皇上一度出现 是是是 后来又隐踪不见 是 港温公主殿下 当今皇上圣驾今在何处 皇上龙体为样 现在正在本公府中养病 崔先生 请你告诉本公 现在大唐朝廷的情形如何 这 应该可以说得上是 中书无主 百废待举吧 既然已经到了中书无主 百废待举的地步 那么 当前最紧要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位坚果 暂且代理皇上处理朝政 是 大唐体制 皇帝缺位 该由太子坚果 可是太子李崇俊 早已谋判造反 后来被乱军所杀了 皇帝缺位 太子已死 四哥 妹妹 现在我们要另外找一位坚果了 妹妹 你这话说得不错 就只不过 三哥龙体为样 不能处理朝政 这拨乱反正 扭转乾坤 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监国这份差事 你们不要推在我的身上 四哥 这监国的差事 三哥早就已经派定了 是谁 妹妹 你快说 三哥派定的是谁 我 妹妹 英明果断 干恋有为 大妖母亲 择天大圣皇后的渔风 三哥选定你来坚果 天下百姓 一定恶手称庆 对 我们一日称庆而言 宗楚客 赞 就凭皇上亲手交给我的这颗传国玉玺 我说皇上命我监国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臣不敢 臣忠心的拥担 崔先生 在 皇上命我坚果 我一直等到今天才宣布 这是我有一念之人 看在 尾氏是我嫂嫂的份上 一心希望她能及时悔悟 改过自己 是 如今她天良丧尽 坏事作绝 引得普天下人唾骂 我也就不能再顾念到 姑嫂之情 是 中间有别 君臣攸关 因此之故 我以监国的身份 跟着谋窜叛逆尾氏的代表 已经无话可谈 可是 可是公主 宗大人 两个身子叠一块 你可以出去了 唯臣告退 太平公主要坚果 她是为了要废掉武士 还是有夺取皇位的野心 崔先生 怎么都没看到美姬 我派她到洛阳去办一件事情 什么事 那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短期之内 可能不会回来 爹 轩姑啊 赶快见过平王李龙姬李三郎 赶快拿起来 老婆 老婆 如果要到太平公主府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信呢 婉儿 陈在 依你看 皇上会不会一声不响又回到宫里来 娘娘 你是不是心里有点害怕 想起登基那天的情形 到现在我还心惊肉跳的 春儿雪 在 娘娘 今天吃了些什么东西没有 婉儿 你问他们这些干什么呢 这两天我水米未战 你闭上眼睛 就看见皇上 指着鼻子骂我 婉儿 你说老实话 皇上会不会再回来 婉儿 娘娘 看你都这个样子 婉儿真不忍心回答你这个问题 婉儿 是不是皇上来了 娘娘 车里都吓成了惊弓之鸟 有半点风吹草动 你都能吓成这个样子 以后你还怎么过日子呢 婉儿 你真是说中了我的心事 我也在想 这以后我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怎么样 娘娘 大事不好 太平公主说 皇上龙体为样 太平公主已经截至监国 即刻就要进宫了 崔先生 公主 对付宗楚克这种奸命小人 我不得不给他一个下马威 这一点在下心里明白的很 韦氏天夺其魄 是 落得洋狂装风 逃脱他的死罪 现在宗楚克是他唯一的帮凶 所以我就板下脸来 对他严加训斥 把宗楚克撵了出去 是 也要那韦氏 断了他装风保命的指望 两妹 如果韦氏一路装风装下去 我们要把他绳之与法 恐怕有困难 堂堂国法 就不能处置一个疯子 杜大哥 皇上不与罪汉计较 韦氏的发疯 按照律法 充其量不过把他关起来 你韦氏的诡计多端 心很朽辣 就算把他给关起来 也很难防范他在兴风作辣 杜大哥 崔先生昨天不是要进宫去看韦氏的病 我不是说要尽快治好他的病吗 表妹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先把韦氏的发疯给治好 再把他送上罚场 嗯 不过就只有一层 要医治真正的疯子 是很容易 要医治装风 可是太难了 哎 这话说的也是 表妹 如果韦氏不知羞耻 再怎么装风下去 我们又怎么办 我现在请各位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处置韦氏重振朝纲 我想出了一条妙计 我想就在明天 看样子 领出坚果 正是他要登基为帝的第一步 崔先生 您打从我姑母那儿回来之后 就一句话都没说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见到他 她的她的天 好 不是 天哪 请喝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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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郎 这会儿你该改口了吧 改口 改什么口 你该改口叫我老丈人 老丈人 好吧 此刻我只准你叫一声 咱们到此为止 三郎 在 我有两个女儿 她们命中注定是你的妻妾 我看得出来 美姬对你是一片情深 玄姑吗 我想也不必说 你们心里都有数 我大概不会把我的女儿嫁错人吧 岳父大人在上 小旭李龙姬愿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若有一丝半点对不起美姬与玄姑二位姑娘 让老天叫我力遭横祸不得善终 哈哈哈哈 三郎 待会儿你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发 岳父大人是说 岳父大人是说 算了 我们忙了这么一阵子 其结果倒是大事不妙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要让你当皇帝 完成我们妇女三个的生平大院 我们也算过 在你前头 一共有五个后补的人选 我三伯父后宫出的小儿子 温王李崇茂 白痴一个 不足为虑 家父向王 我打算让他做你的开路先锋 家兄送王李成器 凭我三寸不烂之蛇 一番开导 马上就可以让他心甘情愿 放弃皇位 那就只剩下我姑母太平公主了 你当不当得成皇帝 问题就偏偏出在她的身上 不会吧 这些年来 我姑母一直口口声声 再三言明 她只要能确保住我大唐江山社稷 绝对不会步上我祖母的后臣 做我大唐的第二个女皇帝 起初 我也以为她是个胸襟磊落 赤胆忠心的奇女子 不出规格 就可以拨乱反正 安邦定国 这些时日 我们这么多人尽心竭力 出生入死 帮她争讨委屈 谁知道 连我都上了她的大当 上了我公母的大当 你不相信 明天我们就等着看 明天我们就等着看 谁 爹 是我 告诉你多少次 不要不声不响冒了 自在我背后出现 要是我回首一彪 你这点小命不就没了吗 爹 你要是下次不敢了吗 爹 又什么事大惊小怪 你不是在写信 你是在发 催门密令 爹 这还是你开山寿徒 二十年来 头一次发催门密令 你是在担心 对不对 爹 你怕你那些神猪鬼没 来去无影无踪的师兄弟们 到了这京城长安 会闹得天翻地覆 鸡犬不宁 爹 你还只是在想应付当前大局 勇力三郎当皇帝 你只要出动那三十六名师兄弟 不明令人觉得杀鸡 而还要用牛刀之感呢 你毕竟年纪还小 见识浅薄 你哪里晓得太平公主李珠的厉害 爹 难不成 你破釜沉舟 发出密令 吊起了三十六名师兄弟 就只是为了要对付太平公主吗 韦氏即数十年的暗中惨淡金银 结果还是败在太平公主之手 而且结局之惨 可能出了意外 玄姑 爹一世英明 就绝不能重蹈韦氏的覆辙 爹 三十六位师兄弟一到 长安城 王公府地 岂不是又要腥风邪雨 哀鸿遍地了吗 泽国江山入战土 声明合计乐乔苏 平均默化封侯氏 一将功成万古故 你想想看 一将功成 都得要上万条性命的牺牲 何况我们是在永利一位大唐皇帝 在永利一位大唐皇帝 在永利一位大唐皇帝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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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奉旨坚国大唐圣国太平公主殿下居驾进封 娘娘 你不准备些戏锐 以后怎么过日子 双人许 奴婢在 快帮我收拾东西 我们都得了 要在永利一位大唐皇帝 不准备那一位大唐皇帝 没有之准备那一位大唐皇帝 本宫奉泽天大圣皇后遗诏 赐封为镇国太平公主 千岁千岁千岁 本宫奉大圣皇帝圣旨 圣旨曰 朕因养病疗毒 无力掌理朝政 然天下不可一日无主 愚昧镇国太平公主 应念在同胞手足之起 甚于保管朕所托付之传国玉玺 崇昊坚国 如朕亲礼 亲子 万岁万岁万岁 平身 本宫奉旨镇国监督 以正大位 鉴于伟势逆行谋窜 忘形登基 上甘天怒 下级明怒 实属罪无可赦 本宫为国除奸 将亲往擒拿尾事 制住国法 请监国立刻拿下尾事 尾事不乱 人神共愤 请监国立刻将他千刀万狂 不 把他乌马分尸 队队队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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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我来帮你吧 王统领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皇后都快被杀头了 我还干什么统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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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将这谋刺本宫过程 误杀本宫侍女香兰的凶手 拖出我们斩首示众 尊敬 妹妹 哈哈哈哈哈哈 卫士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总算也有今天 来人哪 在 把卫士押入天牢 是 把卫士押入天牢 是 顶她 顶她的罪 顶她的罪 妹妹逼着毒服的鲜血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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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臣妾上官婉儿 叩见坚果 婉儿姐姐 在这御书房里 我们还是姐姐跟妹妹 坚果阵位 我正好被韦氏锁办着 所以没有办法到太极殿去吵贺 我知道 韦氏入狱之后 你又忙着来整理奏章跟文书呢 你看那些奏章不输的 已经积压了大半个月了 婉儿姐姐 以后还要你继续作礼招领文书呢 婉儿能为坚果效劳 是婉儿的荣幸呢 谢谢你了婉儿姐姐 不过我不会麻烦你多久的 以后新天子登基 更要让婉儿姐姐劳心劳力了 坚果 我知道你会遵守 泽天大圣皇后林中的遗训 永远不在阴寻他的做法 只不过 坚果不比皇帝 尤其太子崇峻死了以后 想再找一位皇帝继承人选 实在是太难了 婉儿姐姐 我想你带我去找一位 谁呢 三哥 树果仅存的一个儿子 你是说 后宫出的李重茂 王老爷 母后 谁准你叫我母后的 母后 你不要生气 你现在又饿得肚子 又发脾气 你真的对你的身体不好啊 跪 少在这儿烦我 好 我滚 母后 我现在把池袋留在这里 你一伸手就够得着的 姑妈 丑猫 你过来 姑妈有话跟你说 是 我滚 姑妈妈 折封冒给姑妈请安 见过上官令使 温王爷 你怎么跟我磕起头来了 上官令使 是父皇心腹之人 我 我跟令使 磕这个头 其实 就是要谢谢令使 平时对父皇的照顾 苍天有眼 大唐李家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忠厚孝顺的好孩子 王王顶重吗 是 崔先生 难道我姑妈 真的要让那个买吃当皇帝 爹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三郎什么时候才会 不要那么着急 山人自有妙计 监国 宗室 国戚 三殿会审 卫室 这是你多日以来 所共成的二十七条大罪状 你拿去画鸭吧 你拿去画鸭吧 卫室 你快画鸭 临到画鸭定线 你就念经装风 卫室 你这狡猾伎俩 早在本宫预料之中 本宫现在请出一个人来 看你还画不画鸭 卫室 十恶不赦 依律处绞刑 并三日之后 亚父侍曹 当众处死 卫室 本宫念在你跟三哥夫妻一场 所以才格外施恩 赐你一个权势 否则 你身手一处 你就永远不得超生 多谢监国恩典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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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照顾 你就 虫猛 你真是个好孩子 母后 以前对不起你 母后 我心里想 你也好可怜 刚才我去求千军 见你最后一面 可是她一直笑 她说 她还说 她当了皇帝 是皇帝 就不能进天牢 随她去吧 好歹我们母女 都是一个命运 她现在能活着 可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偏偏明天就要死了 母后 你不要再说了 我心里好难过 我心里好难过 丑猛 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为什么一切 我都不晓得疼你 来 起来 让母后看看你 母后 让母后好好地看看你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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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窜夺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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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奉送 要是能让你 还在这皇宫里住下 跟以前一样 照旧当你的皇后娘娘呢 满饭好吃 满话可就难说了 皇后娘娘你想想 要是我真能办得到呢 如果 你能够让我再做皇后娘娘 我就能够让你 跟大唐开国的郑国公 会真一样 我说一句 皇上皇后听一句 但凡我要用一个人 办一件事 只要你一点头 皇上皇后就用 任何事情不必请准 放开手去做 只有一桩 你可不能学我一样 敢拿弑君篡位的勾当 我对皇上皇后 唯有一片忠心 皇上皇后对你 寂静且畏 苍天在上 后土在下 这段秘义 只有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要是有人违背 必遭天打雷劈 好 走 我这就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你要带我去见谁 当然是能够让你重回凤雀 当你皇后娘娘的人 我一直是过去 就在留给你 你们一会儿 就在哪儿 打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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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打雷劈 闻 打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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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雷 打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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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后娘娘 随时 娘娘 你再看仔细一点 随时 你把我捉弄得够了 娘娘 您先定定神呢 看他面貌 明明是皇上 可是神情举举 万岳姑娘 你们别见笑 想把老 很少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还挺不习惯的 不对 说话的口气 完全不像皇上 大胆刁民 你竟敢冒充皇上 私闯进宫 不是我 不是我 是 是他们给我钱 就假冒一下下而已吗 你竟敢假冒皇上 吓唬本宫 吓掉了本宫的万里江山 还差点连命都吓掉了 看本宫 不抽你的筋 拔你的皮 你不要这么凶啊 我到了京城 公主王爷 你也不知道借了多少 大家都客客气气的 就没见过 像你那么凶的 你把我害得好苦 看我怎么治你 来呢 娘娘 千万不要大呼小叫 要知道 此刻你的身份 仍然是天狼里 带绝的事情 崔先生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让我再当皇后娘娘的吗 那你就应该明白 能让你再当皇后娘娘的 还得靠这个人呢 靠他 三郎全公 在 在 你们两个在这 好好的伺候皇上 我跟娘娘出去一下 是 娘娘在上 荣臣护送娘娘回宫 回宫 回宫 我现在就能回宫吗 回宫以后 臣才能跟娘娘揭开谜 再召集娘娘的亲信 共伤大计 二位 刚才她是谁啊 那个熊猫娘是谁啊 她 就是你的老婆 老婆 这 这就是老婆 要是我是她丈夫 还能活命啊 这个钱我不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翠爷 你还要顺手 今后可要小心 钟楚客 陈在 从现在起 你要改口称呼崔先生 为相国大人 就我大人 冠儿 陈在 你倒是说说看 我为什么要拜崔先生 为大唐相国呢 是 相国是秦始皇所设的官职 位在宰相之上 从古至今 只有秦代吕不韦 汉代萧和 还有彭月三位相国 如今娘娘 拜崔先生 为相国 那么崔先生可以说是 古来第四 大唐的第一位相国了 相国 刚才我不过是答应你 为同开唐正国公魏征 这会儿 我已经拜你为相国大人了 你该心满意足了吧 有点 有点 不愿红 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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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